大家好,欢迎关注埃托斯资本集团交易入门专题系列 今天我们来讲解第六节,什么是股指,如何交易 我们将从三个角度来认识,股指交易 一,什么是股指 二,全球热门的股指有哪一些 三,如何交易股指 首先我们先来讲解第一部分,什么是股指 在这部分内容中呢,我们将理解什么是股指,以及股指的特点 股指呢,就是选举一组有代表性的股票来衡量它们在整个交易所或某个类别的表现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盘 它是一篮子股票的结合体 而通常,股指的价格用点的形式来体现 计算股指价格是对它的成分股的股价和市值进行加权计算分配 最终获得它的点数 而这个点数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交易股指的原因 我们以最受投资人欢迎的美国的标准普尔500为例 那这就是一个1957年开始美国股市的平均记录值 它的观察范围达到了美国的500加上市公司 它包含的公司很多,产业也很多样 因此它的风险更加分散 甚至呢足以表示美国经济的兴衰 我们来以标准普尔500的板块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标准普尔500包含了大概26%的科技板块 比如我们熟知的Facebook,苹果,亚马逊,谷歌等等 以及14%的医疗健康 14%的金融 例如美国的四大银行,保险行业等等 以及46%的其他板块 例如消费,工业,能源,娱乐,房地产,人材料和通讯等等 那么说到股指的特点呢 最值得说的大概就是它的分散性 产业多样,因此它的风险更加分散 我们这里还是以标准普尔500为例 美国的市场大部分的公募基金的表现不如标准普尔500指数 指数呢逐渐成为美国投资人的主流的投资方式 从2019年8月起 美国的指数基金,也就是被动基金的规模 也逐渐超过了主动基金 因此,股指的特点呢 可以简单的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它是由一群优质的股票组成 二,部分的优质股指呢 具备牛长雄短 而且微调幅度小的特点 例如美国的三大股指 三,股指具备长生不老的特点 也就是如果成分股 有一家成分股发生了退市 那么新的成分股就会加入 第四,股指可以进行双向交易 时间比较灵活 既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 第五,股指可以使用保证金交易 它不需要使用全款就可以进行交易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二部分 全球热门股指 正如此前所说 股指呢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优质股票的集合体 是一个国家股票市场映射 也俗称大盘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世界上有哪些受投资者欢迎的股指 对于澳洲的投资人来说 我们最为熟知的就是ASX200 而其他的日文股指又包括像香港的恒生指数 中国的A50 日本的日经225 德国的DEX30 英国-100 加拿大多伦多的TSX综合指数 以及美国的三大股指 第一个是标准普尔500指数 第二个是纳斯达克100指数 第三个是道琼斯指数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三部分 如何交易股指 股指的基本规格并非一成无变 投资人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而在这里我们将列举四个交易较为活跃的股指 首先是标准普尔500 通常标准普尔500一手等于50个contracts 我们投资人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手等于50个交易单位 而它的交易代码是SPX500 而纳斯达克一手等于20个单位 交易代码则为NAS100 澳洲ASX200一手通常为25个交易单位 那交易代码为AUS200或者ASX200 道琼斯指数一手等于5个交易单位 而交易代码为US30 接下来我们以标准普尔500指数为例 来更好的进行说明如何交易补水 首先我们假设投资人看好标准普尔500未来的点位 并在可用保证金充足的前列下 开仓一手也就是50个单位的标准普尔500 开仓价为4000点 假如标准普尔500按照运期上涨至4010点 那么这个时候投资人则会产生浮盈4010减去4000 再乘以50个交易单位最终等于500美元的浮盈 那另外一种情况 假如标准普尔500意外下跌至3990点 则会产生浮盈3990减去4000乘以 总共的交易单位50等于负500美元的浮盈 那么在标准普尔500点位浮动的过程中 投资人是可以选择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平仓 或者任何条件下平仓 投资人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以选择在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平仓 那么本节就是关于股指交易 你所需要知道的入门知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